不喝? 哈囉大家好我是三個字森格子 有看過格鬥比賽的人都知道 比賽雙方都在瞄準對方的下巴 因為這邊只要敲的力道夠大 位置夠精確 就能夠將對方直接打暈 順利將對方給KO掉 而KO就是Nuck Out的縮寫 意思就是打暈 像是2019年的UFC五秒最速KO傳說 就是開場用一劑飛吸撞到了對方的下巴 使其直接倒下獲得勝利 但你也可以看到許多人他們的頭不管怎麼打 下巴不管怎麼敲都不會倒下 那究竟為什麼下巴這個位置被重擊後 會那麼容易讓人家暈倒 以及為什麼有些人他們擁有的鐵下巴 不管怎麼樣打都打不暈 還有他們這些格鬥選手被敲暈時 大腦裡面到底發生了什麼樣的事情呢? 其實每次格鬥選手被敲到站不穩 不管有沒有失去意識都算是一種腦震盪 只是看嚴重程度而已 而我們的大腦就像是一塊豆腐一樣 被藏在頭骨裡面保護得好好的 但還是有一些自由移動的空間 只是這樣的空間大多都被負責緩衝的 腦脊水一給填滿了 而當大腦受到撞擊的時候 除了撞擊本身的點會導致損傷之外 大腦被反作用力往後撞死 也會導致第二次的損傷 那為什麼下巴這個位置被撞到時 會那麼容易導致腦震盪呢? 這是因為下巴對於整個脖子與頭部來說 就像是一個槓槓 當你打擊這裡的時候 你可以很容易讓頭部被甩動 進而讓裡面的大腦被快速的晃動 撞擊頭骨 大家可以自己來嘗試看看 用手指推往下巴兩側這個位置 你就會發現呢 推下巴這兩側 真的可以讓頭部比較輕鬆的被晃動 甚至有些人被這樣晃一晃之後 就會開始有點頭暈了 那要是這樣子被一個重拳給擊中 當然就會很容易導致腦震盪的現象 這邊真的算是人體致命的弱點之一了 而為什麼這樣大腦內部的撞擊 會使得你暈倒呢? 這部分就得要解釋一下 我們大腦裡面的生物化學了 我們的大腦是你整個身體的中樞 也就是真正的你躲在這裡就對了 而大腦本身是由大量的神經細胞組合而成 神經細胞之間的聯繫是靠著許多化學物質來運作的 這才讓你產生出思考、記憶或是推想的能力 而本來在每個神經細胞內有甲離子 細胞外有鈣離子 它們是維持一個平衡的 那如果我們把腦震盪比喻成是一場暴風雨的話呢? 就是這場暴風雨導致地下室的牆壁破裂 所有的水都往地下室裡面灌 這時你就要趕緊去找抽水馬達 把地下室裡面的水給抽出來 避免整個地下室被水給淹爆 而這裡面所提到的水呢就是鈣離子 鈣離子在腦部受到撞擊時會往神經細胞裡面灌進去 造成腦部血管緊縮 腦部的血流量快速減少 而神經細胞有辦法把鈣離子給抽出去 但這急需用到身體全部的能量 所以你的大腦就會讓整個身體直接關機 把全部的能量都專線用於抽出鈣離子 這就造成了暈倒的現象 那要是你在這場暴風雨結束前 又來了另外一場暴風雨 讓你頭部受到更多的創傷 那麼大量的鈣離子湧入神經細胞內 最後就會造成死亡的後果 這也是有些格鬥選手最後在擂台上不幸上面的主要原因 雖然前面說打擊下巴是造成大腦腦震盪的捷徑 但你也可以發現有許多格鬥選手 他們的下巴被打了很多下 都還是不會倒下 被讚滿擁有鐵下巴 那會不會硬吃倒下 除了因為每個人的大腦都會有其個別的臨界值 判斷到底要受到多大的撞擊才會需要關機之外呢? 主要還是因為這些擁有鐵下巴的人 他們有強化他們的下巴肌肉 也就是我們脖子兩側的胸鎖乳突擊 當你的下巴被擊中時呢 你可以同時間對應的去用兇手乳突擊 去避免你的頭部被快速的甩動 進而避免腦震盪的後果 那這樣的防禦是需要有意識到對方的攻擊 才能夠做出回應的 我不是單純說這個人的下巴很硬 肌肉很強壯這樣子而已 那有沒有意識到對方攻擊這件事 還可以體現在美國有一群屁孩 他們在2022年的荒謬活動上面 當時有一群美國屁孩他們玩起了一個叫做 Nagall Game的瘋狂遊戲 他們會在路上隨機往路人的頭中擊 直接把人給打暈然後就揚長而去 那這些被擊中的人呢也是毫無防備之下 被往頭部中擊 隨即導致了腦震盪倒地 中到地板後頭部又再撞擊一次 造成大腦嚴重的損傷 因此呢這個Nagall Game 造成了許多無垢的人受傷與死亡 那會導致這些人被打暈並不是這些屁孩有多厲害 只是單純毫無防備的被往頭部中擊的結果 但他們還以此沾沾自喜 那詳細的相關內容大家可以自己去搜尋看看 而我們像豆腐一樣脆弱的大腦 當然不是在頭骨裡面隨便亂撞的 在我們的頭骨與大腦之間還有腦膜與腦脊椎液 這兩個組織還負責防撞 但我們的身體組織中呢就屬神經組織恢復的最慢 受傷後也是最不可逆的 所以當你對大腦造成損傷時 讓你頭暈或是失去意識時呢 這每一下都是非常嚴重的問題 當然這些傷害都是可以好起來的 但這些都需要很長的一段時間 不過每個格鬥選手受傷後不可能休息太久 馬上就會為了下一場比賽做準備 使得大腦反覆地承受傷害 這個就會讓裡面的大腦與腦膜變得越來越薄 越來越脆弱 甚至有著許多的舊傷 因此可以觀察到一個特別的現象就是呢 年紀越大被擊倒死越多的格鬥選手 就越容易再次被擊倒 其中最典型的就是Grey Manor 他在UFC裡面最後的六場比賽輸了五場 其中的四場都是被KO掉的 甚至還有一場呢他是被自己給KO掉的 他抱起人重刷在地後呢 反重用力撞到自己的頭導致自己暈倒 那其實會發生這樣的事情 就代表說他的頭部已經是相當脆弱的了 而現代的競技運動對於腦震盪的重視太少了 都當成是一個平常無後果的損傷 畢竟有許多人被擊倒後 從外觀上看起來漂漂亮亮的完全沒事 比起打得血肉模糊的耐力來說呢 看起來好很多 但其實他們的大腦裡面早就被打得滿目瘡痢 因此有很多的拳擊手 都會在晚年出現大腦病變的問題 像是拳王阿里他就在42歲時被診斷出失智症 這是個非常罕見的問題 因為不會這麼早發生才對 而曾經還有個研究 將疑估了美式足球員的大腦解剖 發現了111個人中 有110個人 他們有慢性創傷性腦病變 造成他們在晚年時大多有失智 認知衰退 憂鬱自殺傾向等等 但在這之前呢 他們都沒有被診斷出 腦部有明顯的疾病 那這個研究還被拍成了一部電影 叫做震盪效應 有興趣的觀眾們可以自己再去延伸閱讀 所以對於大腦的損傷 每一下都是不可逆的 千萬不要想說頭怎麼敲 然後看起來好像都沒啥事情 頭好像很堅固很硬一樣 當裡面的大腦被敲壞了你也不知道 那雖然我自己也很迷UFC 但是格鬥比賽看看就好了 如果沒有認真想要當一個選手的話 千萬不要亂模仿 亂打人家的頭 這樣真的是會害人又害己啊 那這次的影片就到這邊 我是13個字SunGods 如果喜歡這次的影片 別忘了追蹤我的IG還有訂閱我的頻道 我們下次再見啦 掰掰